欢迎您每周三晚间八点准时收看由台湾珠宝艺术协员为您直播的线上教室 我是主持人卢春雄 晚安大家好 在珠宝的艺术演变风格形式里面 基本上我们可以大致上区分为 史前首饰古董珠宝首饰复古珠宝 服装首饰现代珠宝 当代首饰以及时装首饰这七个类别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古董珠宝 Vintage Jewelry 那什么叫做古董呢 其实是指古代遗留下来 具有古文化考证价值的器物 那古董也被指称为是制作的时间 距离今天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产物 那这个百年的定义是几年前的百年了 去延期1934年的时候 美国关税法 它制定古董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物品 那当然因为这样子可以不用瞌睡 那世界贸易组织啊 WTO还有欧洲许多国家 相较于还有日本也采用了这样的一个定义 那其实美国为什么会下了这个注解 众说纷言比较有利的说法应该就是 大致上可以立即判断 那我们如何去判断Vintage Jewelry呢 如果从西洋首饰艺术史的观点 古董珠宝大概就是指 它的范围非常的宽 它的时间轴非常的长 现前15世纪延期到19世纪为止 那那个这里面包含了中世纪前的一个 整段的古文明时期 以及18世纪的古典主义时代 那一段漫长的历史里面 社会人处于封建的体制 然后是在工业革命跟电机工程尚未发达之前 大致上所有东西都是纯粹以手工的方式来制造生产 那过度局限于服务神权王贵的珠宝首饰形式 那讲到前面这一段定义非常的冗长 大家就可以马上看得懂了 我指的是西洋艺术史里面 红色的这个范围 那没办法 人类的历史也算是很漫长的 然后珠宝因为在艺术里面并不是主流 那在西洋美术史里面主流的是什么呢 主流的是建筑 主流的是绘画 主流的是音乐 就是这些形式形成那个美术史的主体 美术史的主体 所以很多风格形式 透过这些可以来判断 那整个艺术史 其实就是在看美怎么演变 美在不同时空中的诠释演绎转变 然后各种不同时空的美的属性 它构成的原因及特色 还有各种风格流派彼此之间的关联性 然后为什么我们要懂 因为博彩仲长的洗礼以后 我们就有机会制成一个 创造我们自己的风格形式 因此整个西洋首饰艺术史 刚刚是讲西洋美术史 那我现在又把它做了简单的一个大象的分类 大概是分成这十个类别 可是我觉得这十个还是有点冗长 那我又把它做了一个统合 那就分成史前首饰 以及古董珠宝 再来就是复古珠宝 还有所谓的服装现代当代 时装首饰等等 我们尽量把它归纳 归纳在一个项目里面 那这段漫长的历史里面 当然包含了古埃及的一个文明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古埃及算是比较漫长的 而且遗留下来的很多文物 其实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考证 很关键的在1922年 所以去年是图坦塔门的这个文物的发掘百周年的纪念 比较遗憾 就是因为在疫情期间 埃及做了这方面的一个特展 虽然有很大的宣传 可是我也在想就是究竟能够吸引多少人去看 那个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古埃及 那个时候出土的东西也做得非常漂亮的 这是大概在那个中世纪前的几个古文明 那还有古波斯的一个手工艺的一个做法 它比较是以那个中东一带的 那个伊朗 阿富汗 大概这一段 还有再来就是充满神话的古希腊 古希腊跟古罗马 古希腊跟古罗马的风格形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时很多黄金的一个使用都已经很普及了 然后钻石的切割也还没有被突破 所以都还维持点式的一个应用 很多目的创造的目的都是神权王贵 那因此呢 那个都跟宗教啦 跟皇室啦 跟贵族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那个老百姓哪有本事 哪有能力去消费得起这些东西 包括那个哥德士的艺术 那这期间里面就经历了古典美术 也就是我们今天俗称的文艺复兴 那个以米开朗基罗 达文西跟拉斐尔的这个这一些 这一些文艺复兴的三巨波 那他们当时已经做出了很多对称的形式 很多比例上 然后透视法 然后写实 的风格形式都已经都被表现出来 定义了很多所谓的古典美术的一个逻辑 再来就是反弩不规则的一个巴洛克风格 也有可能就是文艺复兴这种对称性啦 那正式平衡非正式平衡之类的 大家看久了觉得比较单调一点 所以开始跳脱了很多新的一个做法 那更活泼的一个造型就显现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像那个巴洛克的风格 那巴洛克有一点太开放了 又收归 又收归到洛可可的一个风格形式 那因为那个珠宝并非是西洋艺术的一个主流 那我只能摘要这里面的一些重点提示给大家看 那洛克可风格开始经历了那个1769年的工业革命 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也就是人类慢慢慢慢的走向了现代化 走向了19世纪的一个新的一个形式 然后包括整个地理的大发现 你看嘛这1840年 这也是维多利亚女王开始执政 就是所谓的罗曼蒂克时期 然后开始有一些奠基工程的发现 机械产制的产品陆续的一个出现 选择连带越接近 那制作的工艺切割的形式 镶嵌的手法 通通不断的一直在演绎 因此呢 古董珠宝也经常成为 像故宫啊博物馆啊 典藏的一个珠宝首饰 那其实啊我们今天啊 来使用珠宝首饰啊 其实就是有点类似旧时王谢唐前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以前这些都是神权王贵 专属 那真的能够轮到我们 也就是经历过封建制度的瓦解 工业革命诞生中产阶级的一个崛起 然后才让这些环富于民 也就是让一般百姓都能够 跟权贵一样 平等的来使用这些我们喜欢的珠宝首饰 当我在做这些哨的时候 你们可能会有留意到 有一些我写现代珠宝 却写当代首饰 所以在珠宝跟首饰上面 我还是做了一点点划分 那Jerry在英文里面 他直接把你翻成珠宝 也直接把你翻成首饰 当然也有一些典型的款式 跟非典型的一个类别 那这个典型也就是标准的 成熟的 那也有主流的造型跟非主流的造型 那也有所谓的现代的风格 现代主义还有当代主义 当然离不开传统跟创新的一个差别性 那也就是所谓的 以之就有的跟为之心生的 那现在的款式有哪一些 因为他可能定义着 行作着未来可能的风格形式 我们在欣赏珠宝首饰艺术史的时候 其实各种风格形式 那个都会非常的一个鲜明 让我们可以很清晰的 标示着他们不同的年代 那自成一格 所谓的风格 指的是长久以来 人类通过具有普遍性的明确特征 试图用意定义一种形式的属性 从而传达其隐含的概念 其客观性使之成为经典 这就是风格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台湾珠宝艺术协议 为您直播的线上节目 台湾珠宝艺术协议成立于2010年 我们是当前台湾珠宝最佳的一个职权训练 育成机构 我始终相信拥有专业才能够成就事业 因此我们竭尽所能的将珠宝设计 珠宝工艺 珠宝营销这些专业知识 那个系统化标准化 步骤化透明化 其目的就是要让您干嘛 掌握关键要素 那透过线上的分享 透过实体课程面售 透过出版品 目的就是要让大家 能够瞬间成为专业人士 之所以选择珠宝业 我很年轻的时候 很多人就问我 为什么你选这个行业 其实珠宝业 这个过得很不错的 也致富的 有所成就的人非常多 而且生活品质也过得挺好 这也是我喜欢珠宝业的一个原因 一开始其实跟大家一样 都是一个工作而已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才慢慢的有这一些的见解 那再来从事珠宝业里面的 所有事情跟业务内容 都是我能力所及 即便我做不到 我觉得我也学得来 因此每天做这些事情 我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快乐的 因为看漂亮的东西 做漂亮的东西 然后都是幸福的人 家里有喜事才会来购买珠宝 所以接触的都是挺好的 然后这个行业的收入跟附加价值也颇高的 更重要的是这个行业根本没有保存期限 然后产品不会有坏掉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投入的所有一切 基本上它的价值都能够存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欢迎您主动关切加入台湾珠宝艺术协议所创办的 国际珠宝设计比赛的一个参赛群组 您可以透过各种社交团体APP 接触到我们掌握最及时最新的一个 国际珠宝设计比赛的一个简报内容简章索取 我们都愿意免费的提供给您 那最近就是有一个已经公告的2024年 明年5月20号才结稿的召金银楼碑 这是第八届的一个活动 今天刚好有几位同学 刚好在杜拜领奖 也祝福他们拿大奖 我是卢春雄 我们下周见 拜拜